好的 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这一盘 也是很关键的一盘主将战 两位棋手也是目前排名 我们第二位和第四位的范婷玉队 顾子豪 那么在进入这个棋局之前 我们也是先看一下两队教练的一个简短的采访 常规赛已经进行了八轮 这次成都五号站的比赛 要进行后七轮的常规比赛 另外还有金鸟赛也要同时进行 总共要进行十五轮的比赛 这个对棋手的考验同意大 所以可能从成绩上来说 变数也是非常大的 目前我们日照上海大战队是排位第五 其实前十名左右的队伍 大家积分都是非常靠近的 其实排位第五的话 也许是我们队可以说是一个及格的一个排位 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排位 今天我们的对手是目前的领头阳 江西队 他们现在领先我们三分 可能也就一个身位吧 所以我们今天正确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能够接近和第一集团的风的差距 我们江西上半年第一阶段能够 暂时排第一 应该说这个曾经也出过一些我们的预料 那说队员能够上半阶段 把握得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暂时排第一 我们就接下来的比赛 做得更加惨和更加激烈 尤其是这个下半年的话呢 我看我们的主要队员的队员 那前队员都在下半阶段 今天我们队员山东 山东也是是常队员的 老白进行 我觉得我们队员也是 希望他们也会看伤心 对 不要去多好 我们领色是否得好奇效 另外呢 我们进行下半年 我们往后 我们管理江西 我们也有这个 对我们的同学企业 帮助我们江西队员的 所以我们应该讲 对我们的多我们的讲 应该是更加有 我们激励他们 去好的成绩 好的 刚才看到两位领队的 一个简短的采访 其实这个不管是江西队 还是日照队 其实他们的排位 现在都是比较领先的 一个是第一 一个第五 是吧 虽然刚才曹老师说了 还有带提高 还不是太满意 还在编赛他的队员 但是在这个16支队伍当中 能进入前八 首先就是一个胜利 对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赛制 前八名就是争冠区 对 这个第八第九差别是最大的 是 第九名以后就是一个保级区 谁都不会轻易的满足这个排名 总是希望排得最高 对 其实应该从去年开始 这个维甲改革之后 变成这个 常规赛和季后赛之后 其实确实增加了很多的看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这盘主将战 对 范婷玉对 姑子豪 是 跟他说 姑子豪排名第二 他和杨炳心并列 并列第二 对 反正他们分都拉得很近 很近 然后 对 一会儿杨炳心第二 一会儿姑子豪 是 最近是并列是吧 并列 然后 范婷玉就是第四 因为两个第二 所以今天介绍这两盘 就是前四名棋手 是吧 两两交手 柯杰领先的接近一百分 这有点夸张 这确实太厉害 因为我们以前 最早以前 这个定这个等级分的时候 40分为一段 当时好像九段是2560 然后马晓春和列玉平老师 是定的是2600 我记得是这样 对 就是他比九段高40分 就是初始的 列老跟马老要比九段高40分 那我们讲40分一段的话 那就是柯杰就已经高出了 高出了对手两段半 对吧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统治力啊 还是很明显的 太明显 现在看到周睿洋啊 周睿洋九段 是 其实日照山海大象队 也是云集世界冠军 你看 刚才看周睿洋 范婷玉 姜维杰 是吧 刚刚许家阳 包括伊宁涛 伊宁涛也是很有希望的一位新秀 对 刚刚我看许家阳 好像穿着一个羽绒服啊 那应该看起来是不是 赛场应该没那么冷啊 别的棋手都穿的不多 你看这不就正常的衣服 对 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吧 那么江西队呢 确实今年 前霸龙过后能够排名首位 是吧 其实大家还是 稍稍觉得有点小意外 因为毕竟现在强队太多了 是 现在不管是哪支队伍都不敢说自己 对 稳赢 就是因为强队太多了 所以谁排第一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吧 那倒也是 下去很很小 而且像现在这种违甲的赛会制 他不像以往常那种主客场制 嗯 那你赢完以后 你是要一个星期做调整 嗯 这个棋呢 他下完第二天就下 那有些棋手 你可能输了以后 你状态还没来及调整 对不对 那以前是我去主场 我输了 我还有一个星期在下呢 对吧 我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就是对棋手来讲 他要一个很高的一个 嗯 调整能力 比如说这个棋股今天 我已经到手的棋 突然打一大勺 对吧 我的心情很坏 但我第二天还要接着比啊 对吧 所以更容易出现这个就连胜 或者连败的情况 对对对对 这是要求我们棋手更快的去 调整自己的心理素质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进入这个 这盘棋局啊 嗯 孤子豪的黑棋 冲你的方向板 好 孤子豪那 在维甲当中也是成绩非常的不错 他是去年维甲最佳主将 所以你看这个最佳主将带领江西队 坐上这个半成的领头羊位置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是 但不能说是完全是意外 他主将老赢的话 因为四台嘛 嗯 二比二他主将就拿分了 那么就是说我主将赢的话 我三个人只要赢一盘棋 我这个队就其实赢你了 是 所以主将还是发挥是很关键的 这个开局三个新位 嗯 黑五呢 直接点三三 嗯 飞出来 嗯 这范廷玉和孤子豪相差两岁 是吧 嗯 范廷玉 要年长两岁 对 但是他拿世界冠军呢 就比孤子豪要早好几年 他拿得早 他应该是最早的吧 他16岁 我记得 对 在他这个年龄层当中 是不是也就比 李昌浩是比李昌浩是年轻还是小 反正他不是第一就第二 就是世界冠军 拿得早 因为也是跟赛程有关系吧 刚好比李昌浩老师呢 要呃 稍微大几个月 大几个月 你就是没有 等于这个记录没有刷新 对 那其实几乎有差不多 因为你这有运气成分 这就16岁多一点 对 因为你这有运气成分 因为你那个决赛摆的哪一天 对 这个是有运气成分 两个人都是下了一个 对 这个一人点一个三三 对 不一样的地方 他选择跳 他没有选择飞 飞就一模一样 实际上这都可以 然后黑级选择的压 这也是这个定式的一种下反 然后冲 这个定式应该大家也是见过很多次了 然后断乱定 这是没什么变化的 这都是普招 对 走完之后就大概在这里连片 对很正常 这个胜率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对 反正这个一开局 现在很多定式都 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对吧 所以一开始AI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很多研究不是很深 所以变化就还有 还有不一样 现在出来快一年多到两年了 那么很多变化 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以 现在就开局更是在摆摆造型的 对 到中盘的时候才是关键 说实话 现在这个布局有时候看多了 也会有一点 难免有一点乏味的感觉 太雷同了 是吧 但实际上其实我倒觉得 也没有AI之前 其实有时候你也挺乏味的 你没发现 你有没有AI之前 我 那我觉得还好一点 我记得那个时候 全都有中国流 他 他流行有一阵 对 他是一阵 就是跟风 你知道吗 就是有 如果说有一阵 大家都下中国流 确实是这个赛场上就老是看见中国流 以前有一段时间不是全是中国流吗 然后有一段时间 就马老师拿冠军 那时候那个新小木无有角 也是全都是 嗯 后来有一段是错小木 对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其实职业的高手 他也是一阵阵的 但有了AI以后 你会发现其实也差不多 你一开始 你看啊 错小木不是很流行 看刚开始AI刚出来的时候 错小木就被被破了 对吧 但最近你会发现 柯杰不老下错小木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包括中国流 也也是说是被AI给破了 现在其实又开始了 你看其实这个结构 不也就类似于中国流的一个结构 对吧 所以其实 总的来说 大家还是崇拜强者 对 然后他最后他会发现反反复复 他就下了后面 反正下什么布局都差不多 一开始觉得我这个布局被破了 我就换一个布局 最后发现你所有的布局都被破的时候 你就无所谓 反正那就随便下 说实话 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中后盘 对对对 绝不是说你 你要是你拿个布局就能引起的话 你没发现没AI之前 科捷就已经世界第一了 有了AI人家还是世界第一 这个其实 所以说不是说有了这个AI做布局的研究 你就优势很大的 对 没有差那么多 至少你但是不能落后 是吧 对 你要保证不掉队 对 现在黑棋拆白棋刺 对这个下法 肩腕肩就是挺挺好的一个下法 是吧 最早以前 还没有AI之前 我就见到过李长浩这样下 就当时那个下法形状稍微有点不一样 在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棋形 这边的这个夹几点可能可能是在哪 我不知道 就这样的棋形 也是刺完再肩的 也是这么下 所以这个局部肩腕肩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好下法 那你说这个不能算是AI的下法 其实有很多 很多AI的下法 它不都完全是 它自己自创的 有很多也是人类以前有的 只不过AI它更深 它把这个东西 以前人类其实有看不到的地方 再展开了一下 再延展了一下 像这个下法李长浩就下过 然后这部棋就是改良版 以前就是搬的 就搬住了 搬的话 以前以前我接李长浩那个棋 就是搬的话 它就虎 然后你打吃 它可能就脱先了 以后它找机会 以后它找机会就是做这个节 找机会 它下降价以后 我估计可能就脱先 清明一些 比如说在这一代 镇头啊 这一类的 反正以后找机会打结 对 它什么时候能够把你打回去 它就便宜了 为什么它把你打回去便宜呢 你看如果说以后 将来你刺这个 你刺这个是一个局部的 眼型的要点 对吧 那你走成这样以后 你看你再挤过的时候 是个打结了 如果你打不回这一下的话 它一挤就把你吃掉 就一下就连通了 对 所以它这下如果说它把你能够打回去 它是有便宜的 这就是这个局部的 常用定型 所以黑旗呢 改良了一下 不要去走这个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你在乎呢 我就挡着这头 我就不搬脚上了 大概是现在白旗 也没有这很教条的火尔路 它是跳在上边 对 跳黑旗大概只能是蹲 因为这个地方要联络 是不是啊 它联络的除了贴 另外就是立 立的好处就是 可以将来挤了段 是 你爬应该是不太对 爬被 白白被便宜了 对 就尝你 你这好像还很怪异 对 你这个将来再挤段 味道要差很多 对 也是有挤段 没有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 对 但是就是 你黑旗还得防着它断 你看你这骑行 你要不走 你就被人家冲断 那如果你走 它在乎 你就很难受 就没心情再挡 对 你这个冲到 你要挡的话 你这个 如果你一旦挡 你不是这个地方 拱了一个弯三角 你本来这一手骑就过来了 你非得拱一个弯三角 所以确实 这个骑行 它跳的时候 你是没有心情去挡 从形状感觉上来讲 是没有心情挡 这个第一杆都是立在这里 是吧 然后白旗就把这块旗看清了 是 但是黑旗呢 能够把这全吃掉 其实也还可以 也有收获 也还可以 这样子连角带边 也有不少空 对 局部应该黑旗 我觉得还可以的 但是它 白旗轻易就把你这边的模样给破掉了 白旗追求的是速度 跳 长 长完以后 白旗需要小心 就是这个地方 它黑旗可能 一旦厚了的话 它可能 可能这一代什么 靠段啊 这些的有可能有 就是一旦黑旗厚了 这种大跳的 要注意的弱点 就是这种靠 对 这种 就靠这个 靠这个有可能都会有靠段的可能性 要小心 所以现在 白旗先靠一手 也是间接的 补强自己 靠这个 说实话 这个力 我真的是不太能接受 觉得有点缓吗 我不知道 顾子豪今天脾气为什么那么好 这力不是明显被便宜了吗 这基本上 而且你这边全都是连上的 这地方 那你这一下明显被便宜了 而且将来有了这个交换 你可能再靠就靠不动了 对吧 我觉得 所幸还是就这样争个先手吧 尽管说 争个先手 让白旗变得更厚 但是 但是你就争个先手 也不愿意落后手 比如说这样 这个点就挺大 就争个先手 就是 反正 感觉没这个心情 你这个 这个争个先手呢 虽然说白旗很厚 但是呢 至少搞不清楚好坏 你毕竟抢了一手先手 如果你实战走这个后手呢 那至少是明显承认 被人家便宜了 对心情上有点 对吧 这是明显被人家便宜 除非是将来你还是瞄着他 有想法 对 那么 继续力量 对 他肯定是有想法 那他还是 我觉得可能还是继续力量 对 但是 但是这种 付出的代价比较大 就是你先手 先被人家便宜一下 现在白旗斑 对 那边显然他是要靠完定型 要定型 那黑旗他实际上没不肯 先挂 对 但是挂这个肯定是挂不到 因为大家看这个地方漏着风的 漏着风的情况下呢 黑旗从这边过来 这个价值其实就不大 你这地方有爬爬 或者他没有木嘛 所以这个挂呢 呃 他也没期望能够挂到 但是他就要挂一下 就是站大厂吧 对 如果你要跟着硬呢 他肯定就是意外之喜 他觉得 他们也没想过你会硬 你要跟着硬 就是他就达到目的 对 白旗肯定是 对 拖先 拖先了 拖先 白 黑旗 高爽飞燕 是 嗯 白旗补一个吧 对 白旗顶住了 这旗好像黑旗 这个方向 有点利 我觉得 这 尤其这不飞 好吗 我这不飞 主要是我觉得 顾志豪他可能他 对他冲击白旗这边 他的信心太足了 对 就如果说他不能攻到白旗这边的话 其实他这个方向很利 他走了半天 就没围绕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 而且这手旗好大 这边怎么比如说这走一个 这好大 这 是 那走过来的话 黑旗要处理这个 那这边就要死了 所以我觉得 正常的感觉应该在这边走 但走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但正常的感觉应该就这边走一个 对白旗 你看黑旗 这里立一手 这边再飞一个 总觉得始终还是有想法 对白旗这一串 对 他就是觉得 你觉得我下的很缓 但是我待会 待会我就要收拾你 对都先投资 但你这个到时候有多大的回报 不好说 对 反正我还是觉得白旗更好掌握吧 应该是走了 白旗每一步都很大 这边确实是太太舒服了 这边现在黑旗你看 现在就是上下两边 你跑一边 另一边肯定得死 对吧 这就说明他要么这块是空 要么就这边是空 这个对黑旗的实控压力太大 因为黑旗这边其实没走了东西 你只除非你就要杀掉白旗这块 否则的话你自身围不到什么东西 至少从这个左边来看 这个方向黑旗是有点不对的 是 好像下的有点问题 有点小有问题 我觉得是 有点奇怪 我们往后看 现在黑旗是跑出来上边 对 但也很惨烈 你走完以后 其实白旗这边是活的 白的一旦活了 就是这边你就 如果不动就全气了 也感觉有点大 确实是有点太大 我是觉得有点太大 黑旗把这边飞出来 飞出来 然后白旗呢 但是飞这个能跑出来吗 白旗你看就震 是啊 不像能跑得出来 这就好像太苦了 就往这边走的是 没什么前途的 对吧 往这边拿有前途 你说现在如果直接尖是吧 就贴一贴 然后什么夹着你拿有前途 就这样来 就这么直接吗 不不 这架可能不贴吧 这下 比如说这就是飞 就飞吧 那边好像不像有什么前途 出头是 对 好像出不去 对 感觉上好像方向有点问题 所以这边估计是不能突 这个这里好像 那他怎么办呢 他是先拐 那不就弃了 就像戏子的样子 这好像一上来弃一块 肯定是不是 古子豪的本意吧 我觉得这上来 弃这么大一块 难道是他 构思想好的吗 太大了 好像 古子豪的风格 其实还是比较 善战的 我觉得 对 他和范婷玉相比 像范婷玉相对是均衡一些的戏风 对 反正范婷玉喜欢实地 他下成这样以后 他先吃你一块 他绝对 对 这不就是郑重范婷玉的下滑 他肯定是乐坏了 反正他肯定是乐的 这期 这怎么活呢 这能活吗 活不了了 活不了的话 这一串交换 没明白 对啊 那为什么要飞出来呢 这个存疑啊 是 就是 如果就这么轻松的被白棋吃掉 那就是 就是看错了 看错了 只能说 不知道他看错哪了 反正就是肯定是看错 这个白棋 你看白棋很简明啊 煎完一顶 这个局部 你断他可以吃这个 就吃通了吗 这个他污算在什么地方 如果直接断 嗯 对 他就键断 他吃这个就吃通了 走这个 对 你只有这个是先手 但这个先手完了 你也做不活呀 你看这边不能跑 跑的话白棋一打 对 是吧 对 所以你看 但这个顶是后手 不顶 那边后手 那边哪有前途 就这边出不来的 那边肯定是补这边 对 那边肯定没前途 你顶这里人家就补这边 你这个 这个肯定是跑不出来呀 对 所以你就只剩下这个先手 但但这个先手做不活啊 就白棋外头比如说补一个 嗯 你这地方做不活 那大肺 走这个 大肺是死了 走哪都死了 好像靠这个也死了 对吧 靠完爬会也死 对这个 那你如果他 没用啊 不行啊 这一点 对对对 死的比较清 很清楚 很清 死的很清楚 就是他他是不是没看见人家这个顶 嗯 只能这么理解 否则是死的有点 他觉得这边有一段 这边能做能做演 是吧 因为你你这边补一个 他他贴一个就活了嘛 嗯 贴完这顶 你 和这个建核嘛 会不会是这里出现了污算 嗯 应该像是污算的 我这这 气了 无法想象是这么构思的 现在 只能就走了半天就捞了这个便宜 没啥用啊 然后这便宜一下 嗯 然后再吊一下 哎 是吊着 对 吊在这里 对 他就靠这个顶先手嘛 刚刚讲顶完就断了 他这是白黑棋 这个气子之后的一些收获啊 有一些先手的借用 嗯 但是这几个借用 是不是不足以弥补损失 不足以 现在现在就黑棋 就是要刷这边了 不然这个你看这个空太大了 你一个一上来 先死了一个大脚 你这半盘 你看白棋两个脚 他的目数肯定比你这个多 嗯 肯定比你这个多 然后你这两个脚 你对比一下 白棋明显胖一圈 对吧 白棋明显胖一圈 现在所以黑棋的只能是杀这一款 但是杀这个对于 杀高手的棋哪那么容易 杀棋太难了 范廷也这么喜欢做演的一个棋手 先捞后洗型的是吧 这个 那这个 但也必须得杀 这是他一直就 必须要来强攻 对一直就盯着了一个手段 从力开始他就垫你这一靠 但是反正就跟着硬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然后再退 接着点 这就是都是最狠的来 走这个 也不太敢冲断 嗯 现在这几个 这蚕子 如果你黑棋愿意吃呢 白棋就 对冲断 他就简单了 冲断他比如说 他就去压一下 压力只有退 嗯 我只能 然后他这个压还是先手 那他打了贴 这都是先手 对然后这就就走一个 应该就全进去了 应该就进去了 对对吧 这两个跑不掉了 对他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再贴一下呢 这这这一扳头你也吃不下 嗯 再贴一下 你这边也不能断进去 对吧 你这扳头 所以说你不能冲断 所以他这个飞 他就是 诱你 诱你来冲断的 那你不能飞呢 就只好这样贴 那你贴 就肯定是杀不掉白旗了 那白黑旗就是说 他通过这个下法 能够 下边能够围多少 嗯 看看下面围多少 能不能收空 那感觉下面 怎么围的不像能够的样子 因为你 这边脸出来以后 你围下边 你其实上边这块旗 黑旗就不太有潜力 对吧 你这贴完以后 你如果说你围 通过攻击围下边的话 这边肯定没有空 那这边没有空 你光一块空 怎么跟白旗这 抵抗 对 就是我们 第一杆是觉得不太够的 不太够 这个 只是为下面一方控 还是不足以争胜负 这两下倒是他舒服的权力 对 但舒服完了怎么办 所以上来肯定是哪地方 出问题了 我觉得故障 不应该把这么大块 给公司也弃掉 嗯 嗯 然后肠 肠应该是先手吧 肠它已经沾上了 得补齐 不然不 不然这地方一顶 它有点不好的味道 沾了吗 它跳 哦 跳出来了 对 反击了 嗯 但是这个地方以后确实有一点不好的味道 顶 肩顶 肩顶的时候白起 然后再回去 他就觉得两个便宜一点 便宜一下 交换一手 反正他觉得便宜 便宜不便宜 搞不清楚 他个人觉得是便宜的 嗯 沾过来之后 现在这边 时空是 吃的比较扎实了 这边没问题了 你断它 已经吃通了 嗯 就已经死得很干净了 黑气飞 飞过来 现在 下边 不过黑气气的下边控 也是不少啊 感觉上 围那下边不像够的样子 因为你这边就没了 如果围下边的话 嗯 他走哪了 搬 搬这个 他要把自己连后 反正范婷肯定是判断 就是你围住是不够的 反正他这时候可能就着急进来了 他现在围 他就觉得你围下面不够 嗯 老老实实回去了 是吧 他觉得 反正 嗯 这样他基本活了 嗯 这地方还有 这肯定现在不能冲了 对 冲被人家心手打跳出来 他只能先连回来 走这个白气也不会跟着站 对 现在白气肯定不能 对 要走继续 走到这 不能是这种单关联络啊 对 一定不会 要把这个冲掉安全点 把这个冲掉 冲不冲 没有冲 那就直接捞底下 你这个冲是怕以后 怕以后冲不到 将来如果黑气长先手是吧 再冲不到了 对怕这个 但暂时应该不着急 按范婷运的风格 我估计会在下面吧 是 对他他绝对是不会怕死的 他这个空就我们说这个空有点大 他也是不恨空是吧 不愿意让黑气的空 他这个也间接防止呢 你这样冲 他打之后有个蛙嘛 啊 对吧 不仅是破空啊 他对 比如说他你沾上以后 他比如说虎一下 虎完这般的你可能要补 那这有个蛙就 比如说你随便补一手 把这一蛙 对 还是盯着底下 嗯 所以说黑气大概 还是不能 不能直接 不能冲动 不能冲动 先尝 先走 尝一下 对 尝一下 尝一下白气 然后烙掉 然后黑气冲动 现在在冲 嗯 那就是一个 也是要拼一下 就是一锤子买卖了 这事 对吧 空肯定是不数了 空肯定没法数了 你这空肯定不够 他把这一下都捞掉了 嗯 你再为还怎么下 再为这个已经缩水不少了 对 说太多了 呃 那么现在就是看中府的这个 公杀了 对 看能不能杀掉 呃 看起来是累 能不能杀掉 就是说占一点便宜 可能也不够是吧 这现在已经没有便宜可占的问题 就是一个杀的问题 就是目标很明确 对 因为他 他这块活得很清楚 你上哪占便宜 你这东西全连着的 对吧 你只有一种就是杀 否则你没有便宜可占 那么这盘棋 这个格局也是 比较简明啊 对 不太好杀 这个棋看起来确实是太不好杀了 就像这一走 那你走这个 它底下应该怎么都有一只眼白棋 嗯 那上头这一虎一虎都出眼了 嗯 刺好奇 刺好奇 你打不着打他一下打 嗯 对吧 如果现在打的话 他一下 嗯 对 这两个一吃了以后 这两个一吃以后 你这地方 还有各种不好的味道 然后底下可能就随便 那你就走一个应该就活了 对 嗯 这个不太好杀了 对 如果粘 它就下面是不是拆 嗯 就就比如说这样走一个感觉眼性就够了 嗯 就跳还是先手 嗯 如果你现在比如说这边来吃 嗯 这边来吃 它这个地方 还是不先手提一下 对 这感觉 活法 真 那个感觉上活法应该比较多 他首先 他这一打已经有打结的这个状态了 对吧 你就是比如 就什么 飞一飞我觉得这个不好吃 这眼型还是比较好长的 太多了 这也这还有飞点 对 嗯 这个跳一看 反正好像就好像怎么不太不太像这种死的样子 所以 所以刺的基本上是先手 嗯 对 然后你就这样这样它再一连斑 这下的太好了 这这两步精彩啊 这你看它本身如果你连斑 嗯 你是可以打吃这个的 对 这样你 兜完以后 你看它这个齐形是这样的一个齐形 对吧 他刚才把你这个点到了 现在再看这个交换 对 闪闪发光 点到以后再连斑 如果你再吃 这个从齐形感觉来讲黑棋太痛苦了 对吧 这下被点到一下 嗯 那白棋应该就比较好活了 他就沾上以后 他这边一打吃 这一搂包什么 这个好像 这个点一下便宜太大了 对 所以点过再斑 那黑棋应该是不可能去反打 是 下的好 这个地方点完一搬 确实是是吧 这个是高手 果然是范庭玉啊 范大将军 高手 范大将军在这个 下的 之孤 还是下的很好的 嗯 之孤的时候 搬一虎 这个眼 这个眼味眼见就已经出来了 对 因为这个断打是先手 他还能吃吗 感觉上不太像人那样子 因为他底下应该是有只眼 嗯 首先你这样吃他已经有可能 有可能这样走 有可能这样走 其次我看他这样走应该问题也不大 比如说走人这样以后 比方说 嗯 怎么这样 我看看 比如说 非典一个 非典黑棋是走哪 已经有点痛苦了 对 因为他打一个先手是吧 对 其实非典是要 对啊 断的 对啊 他如果说 有点痛苦 这个 这个他打吃 然后拐先手一扳 就把里头断了 嗯 那你刚才 要不然就直接打吃飞一点呢 直接打吃飞 也有可能 打吃飞 直接 就 对对对 比较直接 也是吧 刚才单飞好像含蓄一点 显妙一点 好像 好像发现 跟直接一点 没什么区别啊 这样子好像黑棋是 对 挡不住 以为单飞像个高手 反正打吃飞 也是一样的 效果一样 是 吃不掉 本身 本身已经自己出事了 嗯 最快进去了 吃骑太累了 这个空间那么大 对 太不容易吃掉了 感觉顾仁豪这骑 要快投了 我觉得 这怎么吃 我是看不出来 可能还是这边有误算 是吧 一上来自己先死了一大块 对 一般来讲 这个没有 高手会投入这么大兵力 去杀这一块 关键是 他没有一个缠绕的地方 你比如说这块如果没活 那两块可以缠绕 那好一些 这个来吃这块 其实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勉强的 就是没有办法了 对 这个是一个不太 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 吃一块骑确实是不好吃的 你两块缠绕还好一些 是比较勉强的 对对 他现在去尝这个 尝这个的目的 哎他现在尝到以后那边会不会 是他尝到其实是不就是要打吃这里了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打 呃 自己呢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再来杀 这里先跳到 但问题是他有个地方他这下没打到啊 他这下刚才现在打了 现在打人家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这个 这样啊 刚才我们说打吃这个的话 现在多了几个子 可能有点不一样是吧 就是他要杀齐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先把这个打掉 他应该先打掉 和现在没打 有没有变 倒是一样 没变哈 他他也不选择为手 他先冲 这个先冲好又是好次序 对 先冲又是好次序 这个冲掉之后多了半只眼 是 他现在就是走这个话会比较猥琐一点 就是 就是承认我 我我被你吓到了 我就求求一个打结活 那他不肯啊 对 哎他这下 从黑棋没机会啊 就是现在打是好不好 前面没有 黑棋前面没有机会走到这儿是吗 对他冲之前是不是先冲一下好 这是101我看他 没有还没虎倒是他冲不出手 没虎是吧 对啊 没虎呢 当然是冲不出手 那肯定不能冲 那冲完人家就不往来堵了 哦 有道理他冲不到 则现在冲 这个时机也不错 白棋 黑棋也 不太敢 没办法脱先啊 敢吗 那不行 他就这边 这边他这个是先冲 他冲过去 他冲完一搬 你这四个字有危险 所以这个无奈 对 这下也冲不到 只能挡 只能挡 但白棋这地方留着一个半只眼 那也留着半只眼呢 他这地方应该是有只眼的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做出一只眼就可以了 对吧 贴一只眼就可以了 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贴下手机扳完一堵就是一个打结了 对吧 一堵 一提打 就打结了 嗯 所以他贴到的是先手 那扳先手贴 嗯 扳完一 这个现在 现在白棋呢 就是只要做活 吃不吃这棋就已经拿下了 对 就是做活的问题了 那这个这个活棋 做一次眼应该挺容易 并不是很难 就断就行吧 我觉得 断行不行 我感觉是断就可以 嗯 断完搂包 一顶 断 那我只能吃啊 嗯 然后 顶 顶 顶 他这会不会扳 扳我就拐出来是吧 嗯 如果挡呢 挡你是 挡我应该是有一只眼了吧 挡我 这个扳 扳不是先手吗 就有个打吃 对 我有一只眼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地方一只眼 你你肯定要破这个下面 对对吧 所以我这个走到 我就其实我现在核心就在这地方做自己眼我就活了 嗯 好像啊 这怎么吃 这怎么吃 你扳到也不行啊 扳我就算就算我我听你的忍一个 好像也不行吧 主要你这个扳是先手是吧 我这也挡不住啊 哎不对 但是你这样你扳到还是有希望的 扳到你退 这样我扳这个时候你 你你粘上 我打吃你再从这头打 啊 这样 真能杀吗 这个被拔一个紫再杀 感觉也不太像 拔个花再杀是吗 不会吧 那那你不不这么杀就没办法了 那只能这么杀 这样这个挤是我的权利吧 有戏吗 这个胡刺先手 这个胡刺先手 嗯 胡刺完了 有没有这个 对啊 但他他不见得到你走道 反正只能是拼搏一下 嗯 看 但白旗应该有有更简明的下巴 我觉得 感觉上白旗可能应该有更简明的 哎 实战就是这样子滚爆了 滚爆了一圈 就是我们这么吓的 我们先是滚爆了一圈 啊 滚爆确实我刚刚看好像滚爆是可以的 滚爆完了 然后他不顶他单搬是吧 单搬会好一点 对单搬他没把那个气给撞进 这个气先不撞 先单搬 那黑旗要杀只能是尖了这杀吧 嗯 他没有尖 就这一代呢 白旗还是要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先手眼 然后一座眼就很简明 是吧 不是他这这底下有只眼 下面还有眼啊 下面下面他飞一个应该就是一只眼 我我觉得飞你要杀只能是跳吧 嗯 跳他冲走一顶 你就已经没法破这只眼了 确实这个打吃打先手 对 他要破眼 你上面他就下面 你下面他是上面吗 不好杀 对吧 他如果尖 尖他他就是这个顶是先手啊 这都先手 然后一弯就可以了 给大家摆清楚 你这个可以冲掉 你冲掉也没便宜 是吧 那就冲掉 但是也很清楚 他这个顶先手 就算最 就算这个最笨的是不是就可以 这个有吗 你只能是这个 这个我 这个 不对 这个好像还有点不一样啊 那我还得想想着 我得 那他这个棋 我看看啊 哎不 这个 这个不夹 夹你在冲 冲出来的 在断 断这个 嗯 局部来说没有 就是说这样 嗯 我我硬来 不我没下好 我没下好 你这个地方应该冲不到 我可以堵在这 应该 我堵在这 应该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如果还是这样的 那我多打到一下 这地方多了 肯定火了 对 那肯定火了 这个一点 先手 嗯 那就再弯就火了 再弯 嗯 你再走 我这个挤 先手 我加 加四 嗯 这下我打到了 对 这个你再挤 我不会粘了 对 对 你再走 我肯定跳到外边 所以底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底下是稳稳当当的一只眼 有一只眼 那再有半只眼 对 这边做个后手一只眼就可以 对 就是 所以这样 搬眼两做 所以这个搬肯定不能被你搬倒 嗯 这是搬 黑棋必然是要反击的 黑棋现在是怎么反击打了打了长出来 打了长出来跟小尖的效果 好像差不太多 所以现在我们刚才也是整理一下思路啊 下面有半只下面有一只后手眼 嗯 这边有一只后手眼 嗯 现在搬 嗯 白棋 黑棋是打吃 嗯 打吃完再沾 嗯 哦 他觉得这样打吃完再沾 他提他打进去吗 他不让你顶到这一下 哦 但是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打结 但打结不也是宣告失败吗 打结还怎么吃 打结这白棋 结材太多 是 哎 我们看看他这个时候 反正如果单肩 单肩的话白棋 单肩他是吃 嗯 吃一下 吃现在不能再沾 沾是先手 嗯 因为沾 沾这边一挤就过来了 所以你一尝 他就 他就沾就可以了 你吃他一挤 对吧 对 所以说打吃的时候 黑棋就只能是 只能是 冲吃这个杀 他可能觉得这个杀不掉 这看起来 确实不像杀 这样子 拔一朵花 看起来确实不像杀 这样子 嗯 这些打 杀不了 应该说现在 不管是哪种方案 都是黑棋勉强 所以黑棋只能是挑一个 他认为 相对来说 可能性大的 应该是杀不了 杀不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 只能是 只能是 打打这个 然后 然后他再将这个 这样选择一个打截杀 打截杀 规计也不行 现在白棋可以考虑飞这个了吧 对飞的 有点累啊 对 这个地方始终 容易飞 我这一只白棋挡下来 下面有一只眼 他这个是不是也下得太简明 他怎么也得一天跳进去 怎么也得一天跳进去 可能会乱一些 这样他能不能抢先 先冲一下 对先冲 先冲 先冲但是白棋 他就不顶 他也不用顶了 他有没有 或者先跳一下 先跳 你有冲断吗 有冲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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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对啊 是有冲断 到时候可以冲断 那我只能顶了 顶的话 你就小尖这个 嗯 不对 他这好像 你看看他 这拐在这儿 然后顶在这儿 你走这个 不对 人家这个 你可以尖在这儿是吧 嗯 拐 我看 你走 我这样的棋 我走走走 我走在这儿 你走在这儿 这个线手 走在这儿 那 那这个就行了呀 哎 不对 这个你可以打持 嗯 你是要 立下去 嗯 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点什么 刚才说可以 靠进去 是吧 你这样看起来 还有点乱 他起这个线手 他家 家里反正冲断 嗯 断这个 你如果吃 起打这个 嗯 是不是有一点 稍微乱一点点啊 这样这样不是乱 好像出哨了白的 那他怎么没有跳进来 这个机会 如果跳 跳他是挖 我觉得这怎么也得跳一下 跳一下 跳一下肯定会乱一些 嗯 但是应该感觉白气还是有办法 是 第一感是觉得 只是说现在啊 一时半会儿 也没看清楚 真不一定 你如果只有走这个的话 好像确实没有做活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有什么知道 跳的话他就一拱 就 拱死了 那作为白气来讲的话 白气 现在可能刚才黑气 跳一个会乱一些 白气只能走这个 他没跳 白气走别的 都一拱就拱死了 一拱就拱死 只能走这个 走这个 然后一小间 嗯 这走这个的话 他可以小间在这里 至少一一一时半会儿 还没看出怎么活 乱一些 嗯 走走走 我们看实战吧 对 看看实战 他反正 为什么要单冲呢 单冲 单冲 怕白气活法太多了 他跳一下 这个看法是比较 看的比较清楚的 嗯 就是你走这个 跳这个先手啊 他这样能跳到 怎么演了就不一样 现在白气 白气挡黑气肩 那就打结了 那白气打结 就应该很轻松就活了 对 走这个 现在黑气冲 刚才有变化图说要跳吗 没有 嗯 没看清跳 这样一靠 莫非 下面也没有 这下面总是有一只眼 这可能有只眼 就是说他要求更 是吧 我就算我就算简单的粘住 对对对对对 怎么都 你是有一只眼的 他要追求一下 现在怎么杀 他现在这个这个团已经有了是吧 对 那那还怎么杀呀 他肩的时候就团 然后粘住 那没法杀他结材太多了 然后就就走一个吧 就是虎一个啊 对吧 这个你你提结 这个本身结也不少啊 对 外头跳一跳都是精彩 嗯 这已经杀不掉了 这个 这个应该是杀不掉的 看看现在是 下在哪里了 现在 是等了 150首吗 是吧 然后受控了 哦 那还有收控的选择吗 那估计就是 球头场 嗯 走这个人 白旗肯定是把这个连回来吧 这个怎么连 团着连 啊对肯定把这个连 这个很大呀 那那个也大 这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啊莫非黑旗刚才要这么杀的话呀 白旗团一个是新手 他现在怎么呢 我我就 他关子亏了 那我杀齐了 我还管你归关子的问题吗 只要为他找一个理由啊 这个莫非觉得收扣 肯定不够了 这这这不可能够 你你才围的 你才围的这一点 你就死成这样了 然后这边你也被白旗破成这样 这不可能够 嗯 估计就是走两步球头场了 我觉得 然后是 嗯 走这个走对他冲吗 冲 白旗走哪步 把这个沾回来 沾哪个了 沾这个这是最后一手 哦 就是球头场就是可以认 对 沾这个他又多了好多劫财 他什么尖啊 党啊 都是劫财 他这个劫就确保他就 没有问题了 嗯 这一尖 这一沾 嗯 白黑旗确实是觉得 没有无以为继了啊 对 这个这个旗 冲这个他没有没有冲击力了 好像跳 哦 还有点点乱呢 对至少是 一下子 一下子 没有找出很 一眼看到活旗的方案啊 对 因为那个时候收空 意义不大 我只能想 是不是因为这个团一个 因为刚才是我跳的话 团一个黑白旗先手 那你团就是一个木树 你团我就跟着你硬嘛 大不了 弯一个有什么关系 就是 那那还那时候还管木吗 就是就是能不能杀的问题了 对吧 或者也许呢 这一代是不是我们没有 有什么白旗 有什么好手啊 没有看到 一时没有发现 一时没看到 嗯 那总的来说好像这个旗 想要吃掉白旗 还是有点难度的 嗯 最终呢白旗也是 虽然有一个结 但是因为本身结很多 白旗的本身结才很多 呃 黑旗觉得这个吃旗还是 可能性不大 所以呢 中盘认输了 嗯 这盘棋呢就是 范婷玉呢 直白中盘战胜了 古子豪 也是为这个日照队啊 拿下了这观念的主将一分 对 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个 维甲联赛这个第二阶段的首局 是不是 大家也是 我觉得也是在慢慢的进入状态吧 对 毕竟接下来这个赛程非常的漫长 对 身体的比拼才刚刚开始 他们要下十几盘 毕竟是我们说是维甲历史上 这个叫赛程最长的一次 最长了 对吧 好像下到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队伍成绩最好的情况下 如果人进到决赛的话 对 你要待20天下15盘棋 你要下15盘棋 这太累了 就是20天下15盘 每盘棋你基本上平均每盘棋 其实18天下15盘 是吧 他是4盘一休息 啊 那等于你每盘棋 基本上正常来讲吧 五六个小时要要 平均就算短点吧 五个半 对吧 你每天这么干下来 就休息大概两三天 这个确实是体力消耗太大 所以今天对各支队伍来说 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像一个热身吧 大家现在慢慢的进入状态 这个毕竟赛程还很长 大家机会也很多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直播也到这里了 感谢周景杰老师 做客演播室 接下来我们每天也都会在这里 给大家进行这个为假的直播 也希望各位关注 关注我们这个直播 好的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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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